各位同学,我们学习了很多的微分的技巧,不论是乘法、除法、连锁率。 但是还有两种类型我们常常见到,我们还没有真正的去学习。 一种就叫做隐含术的微分。 只要我们学习了连锁率之后,隐含术的微分都可以很简单的去处理掉。 还有另外一种类型的提醒,隐含术的微分也没办法做的,那就是利用对数的方式来处理,就是所谓对数的微分法。 专门是处理在指数的位置上面有变数的时候,这种提醒,我们的微分技巧,学会了以后,大部分的一些奇怪的提醒我们都学会了。